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讲讲这个中大 尤其是我们相当好人 不要说我们有什么幸灾乐和 落井下石 诅咒段崇志 因为我们首先要向他送上一首歌 当然了 不是我唱出来 就是杜德韦的影子舞 其中有一段非常适合送给段校长的 就是叫 嗨 你最近好吗 身体好吗 everything all right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有关于2023年香港中文大学 豁湖修订条例草案 他们在立法会的委员会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举行了三次的会议 但是段崇志校长 他就连续三次 都是刚巧飞机撞紫妖都是缺席的 他的理由都是需要进行一些医疗程序 似乎是身体不太巧 对啦 身体怎么这么巧呢 开会的时候就病了 还要连续三次也有 真的令人觉得奇怪 你说一次病 OK 第二次病应该身体不太好 第三次已经是改完时间又约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是他刻意地避开这些会议 所以我是令人很怀疑的 他是刻意地做的 当然了 台仰仲有一个在当时委员会里的 立法会议员的心态来看 因此那时共联会的梁梓永也批评他 你逢有事要来立法会 都会病的 是的 刚巧的 所以也串一下他 是不是应该要另外聘请一个 不是经常病的校长呢 哦 那你签了约的 是不是应该要聘请一个不是经常病 我也认为是的 对不对 如果你身体这么差 应该要专心养病才是 而不是这样 有会开就病 没有会开就没有病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最后一两次都还可以当你这样 还可以的 第三次 你也是这样 不敢坦诚面对 但是你在之后 又见你笑骑骑 有没有放毒蛇呢 我不知道 又在一些媒体那里出现 或者在一些公开场合 看到你又很精神的 龙精虎猛的 究竟是什么事呢 我自己觉得 跟立法会议员的看法都一样 立法会并非什么的洪水猛兽 如果关于中大自己本身的 调例草案的修订 我觉得作为校长 真是盯着盐水 都要来一起谈一起谈 究竟发生什么事 同意 是的 同意 没错 终于到了今时今日 搞了这么久 争议了这么久 那个改组草案 终于在昨天 即11月1日的时候 76票赞成 无人反对 三票弃权 三毒通过了 由三个议员提出的私人草案 即是中大校董会 人数将会由 55人减到34人 另外增加校外校董人数 令校外成员和校内成员 比例就应该叫2比1 也修改了 这个就精彩了 叫做拼任校长的方法 需要经过校董会 四分之三的成员投票 支持通过 但是立法会议员的数目 就维持不变 如是者 可以说整个条例的辩论 都有就着 段崇智的问题 也有去讲一下 这里就一件事 我自己看的 过往来说 中大都试过去搞这些 改组草案 几次都好像不成功 终于搞得定 这方面 我觉得是应该与时并进的 似乎议员方面 有些人可能救病他们 是不是不努力 不过是今次 我觉得也算是OK的 挺感动的 有些中大的毕业生 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 是不是 觉得终于 起码有些过往来说 不是那么好的 或者可以做得更好的 例如校董会 人数比例 其实过往来说 都争议了很久 现在改了的 是不是叫做好些呢 不过又再说回段崇智 也出现了一个说法 就是会不会 稍后再看 如何罢免段崇智 哦 是的 这个应该我相信 也是可能有关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认为这样 其实就是段崇智 虽然他今次又被续任 但是一直以来 在外间也有很多 对他不满的声音 当中也都包括 校董会部分的成员 那会不会是 一步一步的安排 希望去到最后 可以兜走他呢 这个我不排除 有这样的可能 除了段崇智之外 另外 副校吴树培 都是跟段崇智一样的 大家 有一部分的校友 其实真的这么看 我们那时候 在黑暴时期 我看到最嘔心的 就是有一群 中大的一群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有很多 都是不希望看到中大 变成这样 尤其是什么 布大 段狗 这些 是令人很心痛的 其实有某些师兄师姐 他们会觉得 喂 这个段崇智 弄到自己 要拿毛巾 还是底衣服 那些 掩着鼻子 有眼泪弹 被人扶住 那些 喂 是极度养衰 整件事 你没理由 校长这样去处理 搞到学校的尊严 不知道去哪里 没理由 那时候 还有 那些什么 段狗 其实是很离谱的事情 尤其是 有些人 过往来说 对于他 走回头 再进去 跟那些 发疯的学生 聊完 好呀 段狗 好呀 那种感觉 被人觉得很差 其实那群人 已经是 万不讲理 你有什么 理由 需要回头 什么都不用说 根本就是 我都被人觉得 他是不是有些偏袒 或者尝试 真是意为 或者很天真地 以为 那群暴徒 是可以救回他们 不会的 不行的 事实上 他们是犯了法 对这间学校 是四处破坏的 做这些事情的 而你仍然 当时还觉得 可以予以同情的话 可能 在这方面 他的取态 就不是那么恰当 虽然他之后 有做一些信 对于警方方面的调查 我觉得这些是一件事 一样还一样 他做过什么 接着如何补飞 究竟补飞 可能你接受 也可能你会不接受 这是每个人的看法 你不可以强加别人 不是的 他道歉 他这样写 就没问题 怎样怎样 写了 但刚才说到 打到这样的时候 他在那里 风火连天的时候 你去那里做什么 所以 你有些行为做了 别人觉得不可以 就算你其他行为做是可以 可以挽回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有些人会觉得未够 觉得不够 又怎样 想不见到你这个人 所以 我们看到 问到是否什么 罢免他这方面的时候 张宇仁就说 知道校董会将来的工作是如何 所以 疑中流程也没有说太多 现在是搞校董会的改造为主 因此其他事情 他们真的没有多说 也不想让人觉得 好像是为了要兜走段崇志 而去做些什么 所以令段崇志也不敢来 其实我看到整件事 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可乎 就算这个笛志远 他在二读辩论的时候 都表示一个共识 一直是体学处理事务的常规 师生也好 校友也好 各界也好 充分讨论 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是他叫自己1比99 1比79 还是69 因为他在议会中极少数 很有趣他这样形容自己 如果破坏了共识这个常规 就会令人不妨 长远大学带来一些忧虑 我觉得这样的 七嘴八舌这么多 你们在委员会里 应该如何去讨论 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件事 很难有真真正正的共识 所以他不想什么分歧 什么质疑 他是投弃权票的 那你不如别来 他投弃权票的 原来他 对 很重要 这个是他的自由 不过我们作为旁观者 如果你要共识的话 只是我们这么多主持 都没有共识 很难的 有时有些东西 有时有些东西 不过投弃权票 你真的不要来好过 对 芒果佬黄族文化斋 你记得他那句吗 不记得了 投弃权票 那便做建制派 不要做反对派 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 他当时是骂人 为何要没有吉士 骂人 看到邓家彪也说 中大每次改革都不成功 觉得很可疑 例如他觉得教指会报告 唯独于中大不跟随改革 还说他在龙门前不断插花 每次都不知怎么办 他也认为中大太美好 中大的校友太爱护中大所致 我们又说一下 刘国勋是怎样看呢 他又用中大校友的身份来发现 说回他自己的经历 他说在2019年见到母校变成暴大 校长被人骂 或者被人叫做断狗 甚至连校徽都被人凤凰变山鸡 他说作为校友觉得很心痛 我觉得不需要将这件事再放在心里 当年发生过的事没有人想的 而且也过了这么久 那段崇智需要不需要那时候发生过的事 要继续负责任呢 但要知道那件事又不是段崇智促成 只不过可能在处理方面 校董会的成员部分就不是那么满意 对不对 所以改革议员方面 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些应该未做的事 就是觉得不是好的 我们说回教育局长蔡若年怎么说 他也提到的了 13年16年都是不行 不成功 终于完成这个使命 怎样也好一定有人质疑 不过校董会仍然是大学最高的管治和行政机构 对于什么日后排名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想未来大家都会相当留意 会不会有所大的影响 会不会呢 我自己觉得未必 怎样也好 总之每一个人对于段崇智 在这段时间做过些什么 或者他处理成什么 觉得这个人令到中大 有他一天 就等于令你想起这个叫暴大 有他一天 就是凤凰都变生鸡 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 究竟他还要熬多久 还有为什么他自己不继续 看看有什么帮到中大 令他国际上的声誉 或者有什么叫结出人才 可以叫做好一点 因为在中大来说 或者大学来说 有很多不同的学科 他们自己都有看看 如何去批评他们自己 如何将整件事做得好一点 有些公关上的宣传 或者有些是如何令到在国际之间提升的形象等等 有很多的联谊的东西 或者互相合作 跟一些外国的学校去搞这些 不知为什么 近年来说 真的看到中大 似乎这些好像不是很旧的那种 这方面就要加把劲了 希望他们有些新东西看看 好了 也说到这个位置 希望段校长 希望我们没事了 好的 多谢大家 拜拜